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裕向前衝 我是王志玉 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要帶您討論好多的話題 首先下個禮拜開盤 就進入九月份了 不但脫離了農曆七月 大家覺得說 好像真的有點鬼影常常 再來就是在過去十年 當中大家知道九月份都在漲 十年漲了八次 所以呢大家有沒有很有信心呢 好那如果說對於整個大盤的一個架構 大家有點信心的話 那個股到底要怎麼挑呢 您知道在九月份 其實呢有很多的大展都要登場了 每一會要辦展覽 大家都會開始說 又是這個概念 又是那個題材 那要怎麼挑呢 另外還要帶您看到 就是在上一階段 那麼在前一陣子 我們看到了OTC 一些中小型個股的指數啊 這個跌得很慘啊 很多呢 這個OTC的個股 貴買中心掛牌的 哇都已經跌破年線了 但是最近是不是都回神呢 回神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追 要怎麼追呢 今天節目當中都有非常深入的剖析 要請您鎖定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要介紹的是 財子學堂的創辦人 林辰英 辰英哥你好 是 志育好 大家好 好 再來介紹的呢 就是我們的資深分析師 鄭凱元 凱元哥 是 志育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還要介紹 俊洋投顧的分析師蘇維元 維元你好 志育好 大家好 好 我們先請三位專家 趕快幫我們來看一下 下個禮拜的大盤 你們怎麼看來 來 舉舉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陳寅哥 你一下夜一下悶 一個山山風 今天大家好像感覺下禮拜 都不是太穩定 陳寅哥你怎麼看 是 其實現在這個大盤 是有機會供 但是欠缺一個東西 我們國內的本土 大家基本上操作 並不是非常積極 我們舉個例來講 像禮拜三外資買超過100億 對 但是行情的話 漲幅已經開始縮小了 這要以前外資買100億的話 大家馬上就衝上去了 跟著往前去了 對 現在因為七月上旬 一直到中旬的時候 大概接近9500點 甚至最高衝到9593點的時候 那個套勞量要化解 所以要不然呢 大家就用量把它化解掉 對 要不然就要用時間 現在來看的話呢 可能即使衝過去 也不容易太遠 需要用時間 慢慢的來化解這個籌碼 它的一個增肢股出現 套勞賣壓 對 所以下個禮拜看起來 好像還是稍微的觀望一下 這個大盤 那凱文哥你怎麼看呢 其實我的看法 跟之前還蠻雷同的 因為我記得 最近來上節目的時候 其實我幾乎都舉中間 然後舉到現在 我覺得太悶了 悶到有點熱 應該這麼說好了 其實我稍微去統計了一下 整體國際的一個股市 我們可以看到 今年度以來 其實有選舉的國家 包含印度 印尼 土耳其 南非 巴西 台灣 其實全部都在上漲 對 那我稍微去平均了一下 一直平均到 大概這個禮拜中吧 大概禮拜三左右的一個收盤價 我發現到一件事情 平均漲幅大概有17% 對 17% 然後就台灣來講 只不過漲了10% 也就是說 如果說比照國際股市來講 台灣應該都還有上工的實力 還有空間吧 對 但是比較大的一個問題在於哪裡 這一波它到底有沒有辦法 跟之前那一波相比 還要來得強 我認為機會又不大 因為其實年初那一波 其實最大的利基點在於哪裡 外資在現貨期貨同步做多 是 對 但是如果說 我們現在稍微去觀察一下 外資的一個步調 其實現貨它還在做多 但是期貨它在放空 也就是說它這一個階段 它已經開始在呈現 一個避險的一個動作 對 它已經沒有任何投機性的一個意味 所以這裡你要它急攻急掌 可能如果就期貨的一個數據來看 它攻的可能就不會那麼的快 所以未來我認為說 這個行情到總統大選 不是 應該說九合一之前 它到底有沒有辦法再持續上工 我認為你要稍微去看一下 其貨的一個數據 所以去看一下外資的態度 對不對 這很重要 好 那魏玥你怎麼看 好 我想先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剛剛這個牌 我會這樣子 所以你剛剛舉什麼 你再舉一下 我這樣子 好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跟大家講 其實針對下個禮拜 我們怎麼看 其實我們會認為說 其實它會先修正一下 後面還有機會再漲 為什麼 其實我們蠻喜歡跟大家加油打氣 我說真的 對 我真的大家不要那麼悶 我說真的 因為我們提出幾個觀點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前一波高點在七月十五號 這個九五九三點八八 那個時候的量大概說一千二到一千三 確實是有一個套牢的一個賣牙在 可是不是只有套牢賣牙 你就好像真的要跌了 很擔心 所以先修正的理由在這裡 那後面會漲為什麼 為什麼我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八月二十二號 已經那個是之前 八月二十二號那一天是 全球央行開年會的時候 那個叫Jackson Hall 全球央行開年會 我們就經過歷史資料去統計 除了金融海銷跟歐債風暴以外 開完會之後每一年的往後推半個月 全部都是漲 那就代表說沒有國際性的利空的話 沒有再出現歐債沒有出現金融海銷 那就不用太擔心 所以目前的一個看法 我認為說其實到這個九月中之前 下個禮拜可能因為短線他去挑戰這個九線五百點 其實一定會有一些套牢賣壓 稍微修正之後還是有往上走的一個行情 對所以大家不要太被關對不對 我們還是可以積極來選股 所以呢這個股票怎麼選呢 九月份其實非常多的題材在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回行 好我馬上就要帶大家來看一看 九月大展連發 哇每一會兒要辦展覽 這個像我們在上個禮拜辦了這個機器人展 對不對 辦了這個面板大展 哇這個相關的個股活跳跳 你就會說哎呀我要是早知道這個展 我是不是早就佈局好呢 所以呢這個概念股是不是已經就戰鬥位子 馬上幫大家整理出來到底有哪一些展覽 好我們來看看九月三號會有南港的國際半導體展 國內也很多半導體個股 另外我們來看九月五號會有德國柏林的 這個很重要國際消費電子展IFA 那麼這個消費電子嘛 對不對你的手機啊你的平板啊 這個大家經常會買的 大家來看看最新趨勢在這裡 還有我們台灣自己的台北3C大展 另外呢在九月八號芝加哥的工具機展 我們也蠻多工具機相關概念 德國還要辦這個法蘭克福的汽車零組建展 這個最近的汽車電子也好夯喔 還有這個九月十八號東京電玩展 到底這麼多的一個展覽 我們要請三萬專家幫我們來看看 你們對於哪一個展覽 你覺得他的一個就概念股發飆的機會 比較大 好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陳寅哥 你是東京電玩展 還有德國零組建展 這個覺得還不錯 凱元哥是投票投3C展跟汽車零組建展 大家有志一同 來看威元的也是也是3C展跟汽車零組建展 所以大家是有志一同都是汽車零組建展 待會要好好來講 不過我們先請陳寅哥上來喔 上來帶我們來看到的就是 為什麼你會最看好東京電玩展 對 主要是一個因素 我們現在 你喜歡打電動 除了我以外 我家小朋友也喜歡 全家都喜歡 只是說樓下的鄰居有時候偶爾會 控告 當然在那邊跳來跳去 對 就是公寓啦 大樓啦 難免會出現這個情形 我們現在發現一個趨勢 大家想說電玩展 其實很多女生不玩啦 或者是說家庭主婦其實沒有時間玩 但是手機每個人都會用 對 那我們之前的話 跟這個手機還有平板廠商的話 我們有聊就說 弄到現在大樓變紅海了 一支本來是一兩萬的手機 現在搞到三四千塊 對 已經開始可以什麼夜拍啦 那現在的話以後怎麼辦 對 他說大哥 我們手機可以不賺錢 我們以後靠手機裡面開發的程式賺錢 電玩 對 對 遊戲啦 那另外呢 現在據說 這最近有一家手機 串得很快叫做小米 聽說小米以後要做遊戲機 為什麼呢 遊戲機的話 它可能並不怎麼賺錢 但是遊戲後面賣的那個光碟啦 然後中間的連線裝置 這些賺錢 對 所以現在我們發現說 越來越多的廠商 往電玩的方向走 所以電玩未來出現的新的趨勢 就值得大家做留意 對 所以呢 你看這個電玩展 像剛剛這個陳寗哥講的很對 我賣給你機子 可能我都不要賺錢 對 但是我後來可能軟體 可能我要賣你搖桿 對不對 玩電都要搖桿 對啊 一大堆的周邊配備 更炫的配備啊 賺你很多錢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這個 賽車還有專用的一個賽車 還有那個椅子 我有玩過 在家裡一個賽車椅 我想說你家裡放一個這個椅子 是男生才會買 那你玩到說小孩子一直叫你買的話 那你不得不買 不然怎麼辦 我是爸爸的心情 那所以呢 一個相關的概念股 你推薦連牆 是 是這樣子 我們好 大家想說電玩已經持續一段時間 對 所以牌面上有所謂的電玩概念股 不過一直想說 如果是這樣 那一定很多人去卡位 對 我們說很多人卡位的 有時候你搶不贏法人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買那個受惠的 但是可能卡位的人不多的 那等我們卡好之後 人家卡進來 這樣我們不就賺錢嗎 我們就賣給他 那像連牆的話 其實他基本上是 也可以把它歸納在電玩受益概念股 因為他拿到了這個Xbox One 他的一個台灣 還有澳洲的獨家代理權 在中國大陸的話 是主要的代理商之一 其實很重要 因為中國大陸 今年才剛開放遊戲機 登陸銷售 以前不行嘛 現在可以的話 那相信連牆的業績 應該在九月份開始賣了以後 基本上有機會下下降 對我們看一下連牆線 是 下下降呢 大家想說 如果說股價也下下降 那我跟各位講 那你要小心一點 好不好漲很多 是 所以我們現在發現說 連牆呢 他在這個出全息之後的話 其實沒什麼太大的表現 對 然後現在慢慢在做什麼呢 這個左肩做出來之後 這個地方做底 現在拉上來的時候 如果順利做完一個右肩 那這個底部成型 底部成型 正好九月下旬 我們剛剛講到遊戲機要上市了 那賣得好的話 那九月份營收創新高 是不是十月份會出來 對 那如果十月份出來的話 我們剛剛提到說 要比那先卡位嘛 對 所以像這樣公司 股價在低檔 然後後面的話 業績又會往上走 當然值得我們去做留意 那現在卡進去會不會太早 卡進去太早 有可能 因為我常常會選到 卡進去太早的公司 對 但是至少比較保險 但是對於 對 適合一些 比如說你操盤 沒有那麼積極 上班時候看股票 容易被老闆抓的 所以這些公司 就值得大家去看 長線的一個趨勢 你知道現在大家在團購一個東西 就電腦上多蓋一層 那個老闆經過後面看不到 你在幹嘛 對對 稍微可以討論一下 這個這一集 不要讓老闆看到 有螢幕保護的 好 來看另外一檔 是創委 是 那另外呢 這個創委 他在去年 去年底的時候 他打進日系的遊戲機的供應商 那麼讓整個遊戲機 變成他的一個概念 但是因為主要出貨時間 其實是在下半年 是 所以如果說下半年的話 出貨我們剛剛提到說 你可能之前的話不怎麼樣 但是你後面的銀色會上來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去做卡位 這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他也切入一個叫做智慧電視 智慧電視的話切入什麼 像大陸啦 對 日本啦 是 韓國啦 他通通通都有切入到 所以像這樣公司呢 就值得做留意了 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線圖 是 那麼當然大家注意到說 最近其實創委他的漲幅 比較大一點 原因是什麼 其實在五六月的時候 還有二十九塊半的低點 是 所以他最近的話呢 漲比較多 最主要是因為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說 如果有人卡位的話 我們要比較小心一點 對 那像這樣的公司的話 已經有人先卡進去了 所以大家短線上面的話 我並不建議大家去做追高 那麼但是呢 要注意到說 因為他的出貨量 集中在第四季的關係 是 所以我們預期九月份 營收出來可能是還好 那當然股價開始 去做修正的時候 有一些失望性的賣壓 出來做修正的時候 我們知道十到十二月 這個地方密集的出貨期 這樣子的逢回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做留意了 其實最近的話 是本土的法人 他卡位比較積極一點 那像這樣子呢 中小型股的話 常常也是 我們講說年底 第四季的作帳行情 當然大家想 第四季 我們現在九月會不會卡太早 跟各位報告 你如果說操盤上面的話 比較講求一個波段的操作 這個是一個好的標的 對 好的標的 我們就逢他回 回檔的時候 就是一個好的切入點 對 好 非常謝謝陳寅哥 我們來看陳寅哥 這個是推薦東京電玩展的題材 那麼我們可以這個優先來卡位的 像廉牆跟創委 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 好那麼繼續 我們要請一下凱文言哥 這凱文言哥剛剛 我們來看他投票 投到了一個臺北3C大展 我們要請個凱文言哥來幫我們介紹一下說 你看好他的題材的原因在哪裡 其實我們從剛剛的一個制卡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 以目前來講 9月5號到9月10號是德國的電子展 對 IFA 對 然後9月3號到5號 是 是台北的3C大展 對 對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我們可以觀察到 整個電子展 都是集中在9月的上班旬 對 所以這一個時間點 基本上是有利所謂的一個4G 或者一些所謂的雲端儲存的一個概念 補瑞的一個部分 應該說這兩檔個股我們稍微去看一下 補瑞的一個部分我選出來是因為 它毛利率增長得非常明顯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去比較過 去年下半年 基本上它的營收來講 是比今年的上半年還要來得高 但是今年上半年的EPS表現 卻是比去年下半年還要來得高 也就是說從這裡來看 毛利是明顯增長 然後你如果拉到7月份的一個營收來看 基本上累積1到7月份 它還成長了大概有92%左右 哇 對 所以是大幅成長 是 然後接下來就是4G的一個概念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補瑞的線 對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盤了非常久 但是最近開始出現所謂連紅的一個走勢 對 等於說這一段時間 其實台股在下修的一個過程裡面 它就已經開始出現所謂的一個買盤進場 然後開始上漲 所以大家其實都很知道它的厲害 所以就趁低再買 因為它獲利非常好 是 對 上半年就已經7塊多 然後今年到7月份的營收公布之後 又創下歷史次高 對 所以其實它的獲利性 我認為在下半年如果再爆發出來之後 它有機會再呈現暴衝 因為這個底打得非常漂亮 是 來 我們看清楚一點 在這個地方 對 這個底打得非常漂亮 而且打得非常久 打得非常久 對 好幾個月了 大概三個月了 對 所以打那麼久的一個情況 最近開始出現連紅 你如果稍微畫小一點來講 這裡已經有一個底部出現 是 對 已經有一個底部出現 所以我認為它接下去是可以期待的 有點機會 對 是可以期待的 另外一檔 老人家概念股 喬頂的一個部分 我真的要講一下我自己深切之痛 是 你知道現在下班 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 回去跟女兒玩 對 那常常啊 你知道現在隨身碟 都越做越小 對 常常下班就忘了把資料帶回家 哦 所以現在大家都沒有人在用隨身碟 都直接丟雲端 沒錯 對不對 像我現在我一定都會把資料先丟到雲端 省得自己忘了 對 沒錯 然後回家我就不用想那麼多 那如果說我們看到它的一個營收數據 第二季的營收9.68億 歷史新高 對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線圖 是 好 對 如果可以的話 這也幫我轉成三大法人 嗯哼 其實這個大盤大概是從8月13號開始 直接往上飆 是 哦 法人在做加碼 三大法人全部在加碼 所以我認為接下去 他有機會往上攻 哦 好 來 非常謝謝凱元哥 凱元哥這個台北3C大展的題材 幫我們挑到這兩檔 普瑞跟橋頂 好 那繼續我們請一下威元囉 這個威元上來來幫我們看一下說 這個剛剛是大家有志一同的 這個汽車零組件大展 哇 最近這個車用電子真是夯到爆炸了 對 我想真的我們都看好它 為什麼都看好它 其實我跟志祺講一下 之前的那個 現在大家看Tesla 對 其實汽車零組件看來就是Tesla 嗯 它創新高 Tesla股價創新高 之前壓回 現在創新高267.26 創歷史新高 哇 歷史新高 那其實有一些個 我比如說這個之前那個帽連 對 之前跌下來 我們先偷看一下帽連 這個355 3665 對 我們看一下 對 之前這個地方 大家都很擔心 前面大家都很擔心 可是現在呢 出現了一個什麼 反彈的一個動作 所以既然如果Tesla 能夠出現這種爆發性的演出 我覺得汽車零組件 真的值得大家注意 那另外 這個中國大陸 也開始推動這個電動車 那現在車式回溫 我為什麼說車式回溫 鬼越過去了嘛 對不對 對對對 現在鬼越最怕的 什麼最怕鬼越 第一個車子 車 台列 房地產 對 對 這兩個最怕鬼 對 還有我也蠻怕鬼 對 好啦 反正鬼越已經過去就好了 已經過去了 好 那我跟大家講 既然車式回溫 其實最近的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電視上蠻多的 這個車商都開始打公告 有 對 比如說這個 推新款 對 比如說L開頭的 L開頭的 有 然後呢 這個其實賓士 我這樣講 賓士其實在8月8號 那個時候 在我們這個大紅丸的國際賽道 他那個時候有推出來 那個叫什麼 這個實感體驗 你有去喔 就是我有看到這個東西 我真的很想去 其實上班沒辦法 上班沒有辦法 那8月8號到8月14號 那個時候他把德國原廠的 那個教練帶過來 真的喔 德國原廠的教練 教大家 怎麼讓在這個越野的 這個國際賽道上面開冰式 是 很炫喔 真的很炫 所以題材真的很多 題材真的很多 所以9月16號這個 汽車令主建長 我覺得蠻有看頭 所以跟大家這個推薦這兩檔各國 第一檔是1536的核大 那我們去看一下 其實有幾個關鍵點 其實Model S 這個就是跟Tesla Tesla它是個減速度的這個齒輪 獨家它是獨家喔 獨家的供應商 獨家供應商 那這個是重點 我認為是一個重點 是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呢 Q2它出貨 其實有一個福特新款的一個卡車 也就是說它不管說是最頂級的 甚至是這個我們一般這個 我們這個伸斗小朋友 它用的也有 卡車也有 這個Toraku也有 卡車都有 那還有其實投信 持續性的做一個買超 那我還是補充一下 Model S以外 它還有一個叫做Model X 聽起來 這個沒有 聽起來Model X 那個是再更往上一級的 那個是upgrade 是更好的一個部分 其實它在2015年的Q1會推出 那誰又是獨家供應 又是核大 又是核大 趕快來看一下核大的線 好我們請導播幫我們這邊 可以切一下投信的一個部分 那看投信其實就很明顯 對不對 這個這個在幹嘛 哇最近狂買了 最近開始出現這個狂買 之前為什麼都不買對不對 為什麼最近才要買 代表它未來會有一個題材的動作 其實它這邊 其實已經足底了一個 蠻完整的一個情況 所以現階段 我們等的就是什麼 現在投信 只要持續性的一個加碼的一個動作 我認為說核大蠻有機會 這個是第一檔的一個部分 是好第二檔推薦台辦 台辦大家就很奇怪 這不是電主構 對 不是電主構 為什麼是汽車零組件 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講 大家有時候 因為其實講 汽車零組件直接就連帽連 比如說TVC 黃田地堡等等 那有台辦 我跟大家講一下 它屬於的 因為它主構是所謂的LED LED這個整流半導體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它其實也有跟車用有關係 其實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去 比如說我們去拜訪過台辦的一個部分 他們去強調說 其實他們針對車用這一塊 裡面很多其實汽車的這個零組件裡面 很多都是跟這個LED有相關的 台辦都有做一些供應的部分 所以上半年它的EPS 1.41塊 1.41塊 而且它是車用高階 這個是重點 高階的二極體的部分 獲得這個歐洲跟日系大廠 那歐洲大廠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裝逼嘛 這個裝逼就很明顯 裝逼 那日系就是Toyota的一個部分 都已經獲得這些認證 很厲害 我們來看一下線圖 是 好 台辦的一個部分 其實也是類似的一個情況 我們可以切成這個三大法人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附圖的一個部分 對不對 一模一樣 這個是外資跟投信 同步看好的一個標的 對現階段的一個 其實它是主體的一個狀況 已經越來越明顯 而且它的股價是站在季線之上 對現在挑選各股的重點 我覺得要選在季線之上 因為現在我剛才一開始都講 大盤會先修正後面才會漲 所以一定要選在季線之上 做一個實音寶態 這些給大家參考 是 好 非常謝謝威元 這個我們再來看一下 威元剛剛推薦的一個核大一個台辦 這個是三位專家 大家都共同認可 認為這個題材 大家可以關注 汽車零組件大展 給大家做參考 那麼最後呢 我們要請這個陳映哥 陳映哥我們看到這麼多的 這個展覽的題材 我們在要佈局這些展覽概念股的時候 有哪一些需要注意 其實有幾項通則 大家看完之後 剛剛一定會花了 從什麼半導體到消費電子 到汽車零組件工具機 什麼都有 怎麼選呢 我們不要選題材 但是我們選這三個要決 第一個的話呢 你不管是符合哪一個題材 那麼你的營收跟業績 一定要有一項成長 那麼像我們剛剛講到說 比如說創委 第四季的營收不錯 那第二的話 漲幅不大 股價低基期至少可以補漲 我們剛剛講連搶 指數都已經又要再挑戰前高了 但是它的股價 再相對的低檔 第三個法人做研究 像剛剛衛員提的 比如說像是核大 它底下都有放法人買鈔 剛剛凱元也提的像橋頂 它底下的話 三大法人就同步的買鈔 那他們一定研究過了之後 他才加碼這檔股票 所以符合這三個原則的 那對大家來講 都是所謂的展覽 概念股可以留意 對 所以呢 你看 你不要只看到展覽 你就衝進去買 我們要這個 陳寅哥提醒大家 三個條件 大家都看一看勾選一下 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獲利啊 還有一些接下來的 一些基本面的一個保障呢 當然買起來就更安心了 好 我們要休息一下囉 下一段回來 我們繼續帶大家看到的 就是前一陣子 OTC的一些相關的中小型 各股跌得很慘 很多都跌破年限 但是呢 最近他們感覺是回神復活了 怎麼挑怎麼選 休息一下 慢慢回來